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便从林子里走了出来 没有了往日跋扈的神情 一脸的祥和 对丫鬟也礼貌了起来 路上还和丫鬟聊起了家常 先是与小梅攀谈 后又问我家在何处 家中有什么人与往日夫人大为不同 下人的话听得青蕴山一愣一愣的 实在想不出夫人因何会如此性情大变 王后的日子里对他也是礼让有加 俨然由汉妇变成了贤妻 青蕴山也敢和他说笑了 总算是有了自己想要的夫妻生活 青蕴山把家中知识说给滇增听 如此说来 尊夫人怕是被夺了赦呀 夺赦 何为夺赦 那一日 尊夫人在林中大解 定时遇到了东西 滇增断言 她夫人是被夺了赦 当日在林中定然发生了变怒 滇增一点都没说错 那一日 夫人入了林子正在酣场 林子里飘过来一名女子 夫人看不见她 可也觉得有什么东西在接近 周身一凉 感觉飘了起来 那女子占用了她的肉身 夫人想去追 却被林中的几只孤魂野鬼给拦了下来 拖拽着进到了密林深处 你夫人如今已不是你的夫人 她的真身被困在那树林之中 滇增把实情告诉青蕴山 问了她一句话 你是救她还是不救啊 风和尚简直一派胡言 青蕴山犹豫半天 实在难以做她 只能转身而去 回到家中再看妻子 觉得哪哪都怪 夫人见她那般模样 就跟她说了实话 夫君 你可知道我的身份 你当真是夺了我夫人的舍 秦尔听到夫人如此说 青蕴山还是有些难以相信 夫人体内的女子抽起着 讲起了自己悲惨的经历 相公有所不知 我自幼家贫 早早地被嫁与亦无赖为妻 相公心地善良 疼我怜我 我愿与相公白头到老 此女子名叫小娥 自幼家贫 一十六岁 便嫁到了一户人家围妻 丈夫是个游手好闲的顽固 对她是非打即骂 没几年就一并不起 丈夫不但不给她遗旨 还带女子回家偷欢 小娥死后 丈夫也没办葬礼 也不树碑 也不立分 就刨了个坑 把她埋在了林子里 成了孤魂野鬼 如此多年 终见青蕴山夫人 入林大街 林中野鬼知她可怜 就把夺赦的机会 让给了她 小娥虽身是可怜 可青蕴山多少 还是惦念夫人 小娥想劝说她 接受自己 共度余生 青蕴山起身而走 独自一人行在街上 心中百感交集 小娥贤淑端庄 又会疼人 实在是理想妻子的模样 可夫人虽然为人刻薄 可这些年 也没少了自己的吃穿 让她以后 困于林中 做个孤魂野鬼 实在心中难忍 心中百转千回 走着走着 可就来到了夫人丢魂的 那片林子 青蕴山走进林中 呼唤着夫人 可夫人没召来 却召来了几只孤魂野鬼 争抢着想要夺了青蕴山的手 眼瞅着一只扑到了眼前 就见金光一闪 那只恶鬼被打成了烟尘 颠僧笑着走了出来 青蕴山一见颠僧的手段 忙躲到她的身后 此时林中已经聚集了 数十只孤魂野鬼 向着二人逼近 颠僧不慌也不忙 把破扑扇左右一分 要超度那些野鬼 也有那不知深浅的 由身后扑向了颠僧 颠僧不慌